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洗手间外面做了电视背景场 我们用了订造家师去延伸回电视场的面积 两个房间中间的走廊 我们也用了书柜的形式设计了一个装饰门框 天花部分位置就做了一些收湖的灯槽设计 饭厅就配置了一张可以移动的饭台 大大提升了整个客饭厅的空间使用机能 今次我们先做了客厅的效果给大家先看看 下次有时间我们再做了房间的效果给大家欣赏 在效果图可以看到入口的位置 我们今次没有用到柜去分隔圆关 反而是放了一棵高新植物做回端景 用了一个实木的傢俬去包住植物 延伸了一个小小的位置可以被屋主坐在那换鞋用 客房就用了傢俬去分隔 中间位置我们用了艺术玻璃 令到客房的光线都可以透入圆关 旁边的酒廊我们就做了书柜的装饰门框 书柜向内摆放可以弱化长生的厚度 少了维和感之余同时可以成为收纳的空间 去到电视柜那边 就因为加了这个装饰门框 可以令到电视场延伸出更大的效果 在客厅的另一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弧形灯槽 由长生延伸上天花 主要的作用在修饰翻条柱和横梁 今次的设计我们就用了卡座设计去取代梳化的位置 好处是除了可以做收纳用途之外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卡座跟饭厅的一边座位在连在一起的 如果有时需要招呼朋友或者亲友的时候 就能够变成L型卡座 梳化背面我们都做了一个背板 延伸到饭厅长生 背板上做了开槽的设计 令到饭台可以前后移动 随时都能够扩大圆关空间 多了的空间就可以在家里放到一部折的跑步机 或者放一张瑜伽电做一下运动 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今次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不知道今次的设计介绍又会不会是你们喜欢的风格呢?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设计分享 也都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喜欢就订阅我们频道 有最新资讯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未追踪我们 都可以追踪我们Instagram 我们下条片再见 多谢大家支持